在職場上打滾了幾年的朋友 隨著月曆和財富的增加 不多不少都一定有份保單更新 不過很多人買保險 都是聽人說人運逆運 連自己想怎樣都未知 隨時被人騙了買保險 講到保險騙局 去年某電視台某位前女藝人 在電視節目就大控訴 說她媽媽被理財顧問誤到 簽了3000萬的巨額保單 包括五份儲蓄保險 和一份危疾保險 搞到六份保單之中 有五份失效 前後大約1300萬公款被消失 甚至慘得要變賣物業保住保單 香港不少人都買了儲蓄保險 那究竟買保險是穩陣還是穩笨呢 今集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儲蓄保險是否穩陣 有什麼需要注意 想穩定收息 又有沒有更好的投資呢 大家好我是Henry 金銀李俊亨 經常都說黃金是最佳的避險工具 那究竟你的job裡面除了金 還可以有些什麼呢 全新系列 投資買賣物好 就會就住你的人生不同階段 做一個超級的投資難包給你的 覺得幫到你又不想錯過更新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方的小鈴鐺 這條影片會分開兩部分 頭一半就是講解什麼是儲蓄保險 以及什麼人適合買 另一半就會講一下儲蓄保險的四大送付位 以及有什麼同類型的東西可以選擇 記得看完影片的M-card 按下方的連結去看PART2 在分析儲蓄保險 為什麼這麼容易被騙之前 首先要理解一下人壽保險的演變過程 人壽保險的設計原意 就是轉移受保人 因為新僱而引致的財務風險 就算不幸死亡 他的受益人都能夠獲得賠償 去減輕經濟負擔 避免因為沒有經濟支柱而影響生活 這些定期人壽保險是沒有儲蓄成份的 保費隨著年齡增加、增幅 甚至幾何級 所以當去到某個年齡 例如七十幾、八十歲 就有機會出現保費太高 投保人負擔不起無奈退保的情況 後來市場開始有訴求 希望可以有固定的保費計劃 於是終身受險就應運而生 保險公司會假設投保人的命 去到某個年紀 然後將未來這麼多年的保費加起來 正算師屈指一算 參考預期投資回報率 和時間值這些因素 最後得出一個每年繳交的固定保費 這個做法是投保人預繳了部分未來的保費 所以初期終身受險的保費 是貴過定期受險的 但後期計算通脹的因素 就會越比越底了 簡單來說 定期受險就是先甜後苦 終身受險就是先苦後甜 慢慢隨著保險而發展 受險亦都衍生了不同種類的產品 其中一個就是臭名軟貨的儲蓄保險 儲存保險的原理就是要投保人放一定的金額 一般最少20萬起跳 然後每年就收到一份保證收益和非保證紅利 其實無論是保證收益率 或者是非保證紅利的收益 一般都會低於股票或者基金 但就高於銀行存款利率 保險公司會因應當年的投資收益 分配利潤給投保人 可以是100可以是0 沒有一個保證金額 如果你在保單生育期間死亡 受保人就可以收到一筆新顧賠償 而當保單期滿的時候 就會視乎 看看它是甚麼的儲蓄保險 有些種類的投保人 是有機會拿回保證金額的 存錢保險是相對保守的理財工具 它的主要目的是保障 而不是投資 雖然到最後可能是零收益 但一定不會虧 對於風險承擔能力比較低的你 這份保險不用懂投資都可以買 另外因為儲蓄保險規定 投保人需要定期或者一筆過提供供款 而提取供款方面 亦都有比較多的限制 可以說是逼你存錢 所以比較適合一些不懂理財 又大小的月光族 如果你是意想這兩種人 有種方法可以買這個精靈衣 假設你有穩定的收入 而未來有一個比較固定的儲蓄目標 亦都可以在投保前想清楚 會不會隨時退保 其實可以考慮購買短期的儲蓄保險 公款期一般都是3至5年 但值得留意的是 因為現在利率上漲 經濟前景不明朗 儲蓄保險的保證回報 以及非保證紅利 預計會比之前低 想看看有什麼其他穩定收息的產品 記得看部份二 大家可以利用平均成本法 每加一段時間買某重量的金條 某的重量 最後提醒大家一點 這個世界呢